家有真爱香满亭 宜亲传承何家乐 大家平安 这里是屋檐下的时光 希望愉悦的香气 常漂泊在您与所爱的家人身边 有一年的大年初一 教会办理新春感恩特别聚会 除了勉励祷告 唱诗联谊之外 还搭配有摸彩活动 在拿到摸彩存根帘之后 家里的女儿显得特别兴奋 一直等着叫到她的号码 一个一个一个都领到奖品了 看着她的奖品 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是 耐心等待命 耐心等候他 等候是基督徒一生必须操练的功课 有的人无法等候 就用世上的方法 或凭一己的能力来解决所碰到的事情 劳碌心力 所废不资 甚至背弃了信仰 远离真神 其实如果可以再等候一些时间 神必会在适当的时候 彰显他的能力 给我们最好的结果跟答案 耐心等候神的应许 神应许给亚伯拉罕土地跟子孙 领他走到外边说 你向天观看 数算重心 能数得过来吗 又对他说 你的后裔将要如此 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 我已赐给你的后裔 从埃及河直到柏拉大河之地 这些应许 亚伯拉罕一直等候着 直到他一百岁了 撒拉九十岁了 神才确切地说 你妻子撒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 而土地的应许 终其一生没有应验 一直到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 进入迦南地才实现 即使如此 亚伯拉罕是带着信心死的 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 却从远处望见 且欢喜迎接 我们生活在世界上 只为寄居为客旅 耐心等候神的应许 始终盼望一处更美的家乡 那是主耶稣为我们所预备的 只等到那日来到 主耶稣在临迎接我们 永远享受天上的福乐 耐心等候神的能力 曾经有一个主内家庭 夫妻育有两子 跟大多数主内家庭一样 夫妻白天上班 晚上聚会 假日守安息日 日子平凡而充实 而在孩子四到五岁时 妻子某一天开始发烧 于是先生陪着妻子去一班诊所 看医生 医生开药吃完后 仍是高烧不停 随即又去医院治疗 做了一系列的检查 净检查不出原因 医生建议住院观察 并采写疫检体化验 住了半个月之后 医生说检查出来 是某一种病毒感染 必须要用抗生素治疗 此时家人终于放下 心中的大石头 妻子可以回家休养 教会弟兄姐妹 也一同欢喜快乐 正当大家以为 妻子已经出院返家 准备至家中探望的时候 妻子竟发生 拜写信休克失去意识 急救后送至家护病房 措手不及的打击 感觉掉入了万丈深渊中 如此的绝望茫然 本来想要放松的祷告 在此时更为迫切及求 求主耶稣带领帮助 长达一个半月的漫长等候 在此期间 家人及教会不间断的祷告 主耶稣终于彰显了 他的能力与旨意 让妻子醒了过来 再次见证主耶稣是 全能的大医生 神说 妇人也能忘记 他吃奶的婴孩 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 即会有忘记的 我却不忘记你 感谢神 虽然经历死因忧苦 不乏艰难困苦 然而静心默然等候 全然交托 并能看到树光重现 阳光再临 耐心等候神的福气 以利亚先知奉耶和华 差遣见雅哈王 责备雅哈王的罪恶 并求神降雨在地上 显明神的大作为 以利亚有着建议的心智 完成神的嘱托 但在祈求的过程中 神并未在第一次的祈求 就降下雨来 反而是要一次又一次反复的祈求 直到第七次才有一小片云的契机 因着以利亚的信心 深信不疑 果敢坚定 让人看到最后的磅礴大雨 解决了三年半的憾象 百姓得以为生 由此可知 主耶稣所赐的福气 有时不会让我们马上就能看到 我们必须靠着坚强的心智 一直等候 如同以利亚 坚固不摇动 深信主耶稣 必能为我们做最好的安排 不管是婚姻 儿女 或者是学业工作等等 让主耶稣 在我们的生命中作王 顺服至死 相信并能得着满满的大福气 现代人工作繁忙 步调紧凑 常认为等待是件浪费生命的事情 所以久后之后 常带有暴怒跟怨言发生 影响了自己跟别人的生活 而我们身为神的儿女 倚靠主耶稣 操练养成有耐心 坚定相信主耶稣 虽然有时他不会马上给我们答案 但只要恒心忍耐 耐心等候 他必会教导我们明白 引领我们当行的正路 与您共勉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您还喜欢这样的内容 希望您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愿主耶稣基督 祝您与所爱的平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